赞美主 很开心又回到大家当中 来到这里都是很大的喜乐 很高兴能够再回到这里 我相信在这里的几天 上帝会亲自向你彰显 很重要是我们的领受 不光是不断付出 而我的祷告是这几天 到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 你不光学习怎么帮助别人 你自己也从主领受 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 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看到 自己的情况是好的 所以希望接下来几天的分享 不光是分享一些 能够帮助别人的事 也希望你能够经历神 让上帝亲自侍奉你 在服侍当中很多的压力跟要求 常常我们发现 因为自己里面是空的 要去服侍别人的时候 就非常挣扎 有的时候忙着去服侍别人的时候 自己却轻忽了 说像二十章二十八节那里 保罗对教会的领袖说话 这是他最后对他们的交代 这是最后一次探访他们 他讲的话非常重要了 其中说的一项就是 要为你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这样的顺位是你自己先受到 侍奉满意出来的 你要为自己的健全负起责任来 如果你内在的生命 可能受伤受损了 他最终一定会满意出来 在你的服侍当中结出果子 他说要为自己谨慎 换句话要在神的面前 检查自己的生命 你在生命中经历了什么 你跟主的连结有多么真实 而你的魂是不是因为压力 问题完全被压垮了 你是不是进入到安息的警态 还是在服侍当中一直在挣扎 我知道大家很迫切 想要学习怎么帮助别的人 可是我要鼓励你 让上帝先来侍奉你 基于你自己所经历 你自然而然就会把这些东西 跟别人分享 有的时候以为 只要有很多很多知识 我们预备的就好了 但知识不能够取代我们跟神的经验 如果你自己没有经历到上帝的爱 你只不断教导关于上帝的爱 都是头脑的知识而已 所以在我们一起的时间当中 希望有机会让大家也领受 来学习到真正能帮助到你的东西 我们在一起时间好长 所以尽量让它有生产力 有多少人在内在医治会释放这当中 非常非常少经验 会完全没有经历过的 举手一下让我知道一下 举手没有关系 让我知道是谁好吗 谢谢 好几位 这能够帮助我 当我分享的时候 我会想到你们 不用因为自己的景况而觉得尴尬 我们就是这样嘛 当我这个星期在分享的时候 我会不断想到你们 有些东西可能讲得比较快 有些特别花点时间 因为你们需要学习到的 今天我们要做是来看一些问题的根源 不是马上就开始谈鬼 我要让你知道 人们面对问题真正的核心是什么 不然你的倾向是不断给人解答 却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 有的时候你的解答反而让它的情况越来越糟 所以我们希望让大家明白 当我们面对人的时候 真正看到的问题是什么 你会看见魔鬼的部分只是其中一部分 你需要知道到底要往哪里走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所有问题都出自我们的心 我们会看到一些经文 让我们明白 我们大部分问题 首先的源头是来自我们的心 你看到真言二七章 二三章七节 真言二三章第七节这里说 因为他心怎样思量 他为人就是怎样 他心里怎么思量或心里怎么相信 圣经这个思量字面的解释是 就是看待一个事情的价值 是怎么看待它的价值 也代表是怎么做守门人 实际上这个思量的自根就是门口的意思 换句话说 他放上多少的价值 或是他心中那个门设定的标准是什么 就决定心中经历的是什么 你的心是这个入口让你的生命能够表达出来 每一个人心中的思量或他的信念 会很自然在他生命当中表达出来的 他心里怎样思量 他为人就是如何 要明白这个非常大能 一个人活出来的生命 不过就反映出他真正相信什么 可是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 大部分人家的问题都怪罪在外面的东西上 可能就怪魔鬼 可是神告诉我们 你活出生命真的是基于你自己心中的信念 我们再看真言而七章十八节 你看这里 水中照脸彼此相符 人与人心也相对 这十九节 这里是要描绘是灵里面的真实 如果你看到水会看到倒影 当你朝着水里看你会看见你自己 你看着镜子就看见你自己 你看见他的心就看见他真实的样子 因此人的心就是他真正活出来 真正生命的根源 如果我知道你心里面怎么样 我就知道你生命怎么样了 而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耶稣完全告诉我们就是怎么做这个 他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如果你是一个好的聆听者 懂得怎么问问题 很容易就知道人家心里怎么样 最近我才跟一群牧师在一块 那里主人牧师的助力也在那儿 我就开始有一点点好像逼他们 问他们 很短的时间 她心里面那些冲突 真的就这样说出来了 当她讲的话 我把她指出她真的说的意思 她很惊讶这个东西就这样敞开的方出来了 她原来很努力要把它藏在心里头的 这个后面会看 还有另外一节关于新的经文 在真言第四章 二十一节讲到将神的话藏在你心里 二十三节这里说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这个果效可能是后面的结果 或是整个的边界 疆界的意思 代表你心中不管有什么 最终它成为你生命的疆界 你能最远去到的距离是什么 因此你心中有恐怖 它在你能做的事上就设上了限制 如果你有苦毒在心里 它在你的感情上面就设了这样的坚决 它说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 代表仔细省察自己的心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每一个人都要做心的好管家 当我们讲到心 讲的是内在的生命 是我们思想的生命 我们的想象力 情绪 渴望 基本上就是人的灵跟魂 在你里面的这一切 我们要看到这个 明白自己心里面怎么样 再来决定我们生命会如何 再看马可福音第七章 耶稣教导同样的事 马可福音第七章 我们来看 耶稣教我们 15节 从外面进去的不能误会人 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误会人 这是属灵的话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门徒就问这怎么回事 你们不明白吗 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 不是不能误会人 因为不是入他的心 乃是入他的肚腹 又落到茅厕里 因为从里面 就是人心里发出恶念 狗和 偷盗 凶杀 奸淫 贪乱 邪恶 诡诈 淫荡 嫉妒 傍毒 骄傲 狂妄 这一切的恶 都是从里面出来 且能误会人 我们再看看这里 耶稣刚刚才跟当时一些宗教的领袖 发生了冲突 他们很在意怎么样洗手啦 律法啦 规则啦 宗教处理的都是你在做什么 简直是夸张的在讲到你的表现 很长串的规章条例 要你怎么做在上帝的面前才有价值 而耶稣直接面对 是整个宗教系统里面思想的模式 他说外面东西不能改变人 真正危险是里面出来的 他说你活的生命 你从心里面所有流出这些罪恶东西 都是从心里出来的 可能魔鬼邪灵在这个上面 有他们的一份参与 可是真正所有邪恶的根源 都在人的心里 因此需要改变 人需要改变 先改变他的心 整个人才会改变 宗教强调是你的表现 不断尝试努力被人家接纳 但耶稣说有另外一种方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式 你需要找到关键的问题 就是人的心 宗教是从外面改变你 要用你的表现看 你要在人的面前表现得很好 才有面子 他说当时那些宗教领袖 他们像洗白的坟墓的墓碑 即使外面很好看 但里面是这样的败坏 但我们在处理人的问题的时候 常常我们最大的诱惑就是 就只想改变他们的行为 却不改变他的心 你只强调他的行为 却不看到他心的改变 他们就尝试要隐藏 真正发生的事情 在亚洲文化之特别明显 很快我们会看到 为什么会这样 现在你看见心有多重要了 你心里如何相信 就决定你是怎么样的人 我们要保守或是做新的好管家 这样在我们的能量车 从心里才发出 换句话说 你周遭发生这些问题 不过反映出 你里面真正的问题 我们也看到 耶稣说得很明显 耶稣讲得很清楚 是在人里面出来的东西 才真正会污秽人的 那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 看看耶稣给我们的解药是什么 37节节节起的末日 就是最大至 耶稣站着高升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这边附中 因为是心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 信他之人 要受圣灵说的 这是当时祝彭节 最大的一天 他们在那里呢 在歌唱的时候会倒水 他们歌唱说 要从救恩的泉源 来迎娶这水 在这个过程中 耶稣干预 在这个很重要的事情上 他说你若渴了 到我这里来喝 他在一个非常干旱的国家 大家都明白什么叫干渴 你在沙漠型的国家 一定要水不然会死的 水是生命最必要的 可是耶稣讲的更深的是 而干渴有些是神 在人的心中创造的 我们看到创世记之后 再看这个 人们渴望得到爱 渴望要有价值 真正有意义 人们渴望生命中 有目标有目的 人们渴望要有重要性 想想看哦 所有人 这是很常见的 我们受造心中 就是也这样渴望的 而神的计划 是让我们在 跟祂的关系里面 得到满足 能够渴望被人 无条件的爱 每一个人心里都有 我希望被爱 我希望有人爱我 接纳我就是这样的人 怎么样能够找到这个 怎么能得到这个 因此人因为这样的干渴渴望 就不断用各样操纵的方式 想要满足这个需要 也渴望要有个人的价值 让自己知道 在这个世上 我是真真有意义有价值的 常常在生命中 人啊 或是环境困难 不断减低我们的价值 在我们的心中留下印象是 我是没价值的人 我们渴望得到这样的价值 在教会当中 就非常渴望要做领袖 哇 这样才有价值 哦 还不够哦 这个梯子要越爬越高才行哦 这样我就有价值了 当你爬到梯子最高处 还是一样你仍然干渴 或在世界的情况 我要追求不断升迁 这样我就了不起了 我就有价值了 因此我们把外面这些东西 认为它能够帮助没有价值 就不断渴望它 它成为偶像 取代了真正的神 或者我们渴望生命的目的 我要了解我为什么在这里 人们一直寻找渴望要得到生命的意义 我做善事帮助人 我生命就有意义了 我们试着要找到能够带来意义的东西 这就是耶稣在讲的干渴 渴望爱 渴望个人的价值 渴望有这样的目的 渴望我的生命是有重要性的 没有人希望他死的时候 是这样空空的去 甚至人家没有注意到你的事实 你年纪越大 越在意你的生命有没有价值 这样的渴望不会离开 你一生都在你生命里 耶稣说任何人干渴在这些方面上 到我这里来 到一个人这里来 进入到这段关系里 你也想这怎么解决我的问题呢 常常我们里面有很深的信念认为 外面的东西啦 或是人啦 或是教会能够满足这些需要 我们很挣扎不敢相信 耶稣真的能满足这些需要吗 耶稣说 你若可乐到我这里来 他用不同的方式说 他说凡信我的人 注意哦 整个的关键是在乎你跟上帝的关系 在这个相信上 凡相信我能满足他们一切需要的人 从他们内里最深处 能活出流出这个活水江河来 当我们安息在跟主的关系里面 我们里面自然有神的生命流露出来 就好像河水一样 能够接触一切我们碰触的东西 神的生命不光是因为 你会说方言就流露哦 这只是其中一个层面而已 讲到不管在哪里 我们生命当中 有神的灵这样流露出来 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 来到这样的安息跟肯定的地步 应该在马太福音11章那里 耶稣说 你们凡劳苦丹重担的 到我这里来 换句话说 你真的快被压垮了吗 你是不是受到很大压力 今天的话语就是压力太大 你是不是完全紧绷 是不是害怕 是不是担心生命 不知道该怎么进下去 不断地压在你身上 到我这里来 他说你要负我的饿 学我的样式 因为我的饿是简单的 我的担子是清神的 如此你必得着安息 耶稣要让他的饿放在你身上 他要讲的意思是什么 在希伯来他们年代里面 当时宗教的领袖被称为拉比 人们自己选择你要跟着哪个拉比 他跟着个拉比就跟随他的生命 跟随他的教导 这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吗 而这个拉比的教导 就叫他的饿 你跟随一位拉比 就是承担他的饿 把他的教导 应用在自己生命里 当耶稣说你要负我的饿 我们讲的不是那个牛脖子上面 可能那个饿把在自己身上 注意哦 他讲的是拉比的教导 所以接下来说什么 要学我的样式 我来教你 凡有压力 劳苦但重担到我这里来 让我教你怎么过日子 我的饿是容易的 容易的 你看到很多基督徒觉得 不可能容易吧 他说我的饿 我的教导是容易的 我要求你的是很清省的 容易的 清省的 你看到很多信徒觉得 应该不会这样吧 他说是容易清省的 他说当你得到这个 你心里就必得安息 换句话说 不再有这样的压力了 能够轻松的平安的做 这是神生命从你里面流出来的 神的生命很自然而然流露出来 当你没有在压力底下 注意到这中间核心 那些在生命中 那些在生命中劳苦 担重担受压力的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所相信的 他说你若到我这里到这个人面前 让我给你看怎么样生活 这是我想要做的 而结果就是这样的压力 重担就离开你了 我们的战争 真正是一个相信的战争 不是更努力地做 这是你的挣扎所在 去相信上帝说的是真的 所以我们打的仗叫什么 叫信心的仗 这个仗是要相信 我们的争战就是怎么相信 不是努力尝试做得更好 行得更好 而是相信神所说的 让他在我们生命中表达出来 所以希伯来说第三章讲 就很奇怪的话 要努力进入神的安息 所以你要殷勤运用神的话语 在你心里 让你心中能够进入神的安息 服事不应该是压力重担的 而应该是一种生命的流露 是这样更新喜悦的 而真正的核心就在我们心里有什么 我们相信什么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如果你看看自己生命 可能有金钱上面的缺乏 金钱的压力 随之而来就是压力 它是跟着你所相信的东西而来的压力 我相信神的恩典够我用 能够带我供应我这一切 还是我相信的是缺乏 我有的不够 我接下来要面对灾难了 当我们跟人一起工作 问题最后的核心 都在他心里相信什么 服事人 你要改变他心里的信念 不然我们给他任何的辅导 都不可能长久持续地帮助他们 这也在释放上面也是一个问题 你可以把鬼赶出去 如果他心里的架构还是一样的话 这些鬼还会再回来的 如果你相信一个谎言 魔鬼借这个谎言不断折磨你 除非你要用真理换掉这个谎言 不然魔鬼一定有门路再进来 你去服事人的时候 我们要试着解决是心的问题 最核心的痛苦 他心中所有的核心信念 如果你帮助一个人 你要先找他核心的痛苦 不然你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你要找到核心的信念 不然不能改变这些事情 因为真正问题的癥结在那里 当我们看到要服事人的时候 我们需要参与一种方式 找到他到哪里痛 找到他核心信念 之后处理他 当然服事还有很多不同的层面 可是跟中间东西都是有关联的 当我有不一样的信念 我的生命出来就不一样了 觉得怎么样 你相信吗 好 我们要回到旧约来看 看看问题从哪开始的 看看人真正有什么问题 之后我们要看到 因为人生命中有这样的问题 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怎么样接触一个人 才能找到真正的问题 我们来看创世纪 创世纪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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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来看三四样东西 我们知道上帝创造男 男女 十五节夜华神将那人安安置在伊甸园 是他修理看守 夜华神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而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去的日子必定死 因此 上帝把这地上一小部分 叫这个伊甸园的 让人来管理 然后给他这样的桥件 要求人要培育 要保护这个园子 注意哦 让这个人在当中修理看守 修理代表好好的耕田 好好栽种 好好来管理这个地方 而看守代表 在周遭是很好的防卫 来保护这个园子 能够好好 治理这个园子 你心也是这样哦 你要保守你的心 要培育你的心 将神的话 种在你的心中 让你的心活出 这信心的生命 神给他一个限制 什么东西都可以吃 只有一颗树的果子 不可以吃 当你吃的时候 必定会死 上帝是这样 他给了我们限制 在限制当中 有各样的祝福 离开这样的限制 就有后果了 他从来不威胁人 他挑战他们 在这样的关系上面 负起责任来 上帝不是在限制人 不过在说 我是造物主 你是受造的 我要你享受这里的一切 但在享受的过程中 你要尊重 我有权利 对一件事情 跟你说不 条件就是 这一切你来管理的 你都可以享受 可是这个东西 吃了就会死 这是让他呼召他 邀请他 负起责任来 是邀请他更加成熟 能够尊重尊容神 能够尊重上帝 设立的限制 当你不尊重一个人 你会违反他设立的边线 你们的关系就开始受损 要建立好的关系 尊重非常重要 上帝邀请他 你能够遵守这样的 限制跟设定 你就是尊重我 建立这样的关系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特别我们讲到 对孩子的时候 因此好像是 邀请一个孩子 让他成熟变大人 能够负起管家的责任 很多父母就放纵他们的孩子 让他们没有成熟 反而是不负责任 也有父母是威胁他们的孩子 这伤害他们 也没办法让他们负责 在孩子身上能够帮助他 长成责任感 就是给他责任 设立边界 让他很清楚明白有什么后果 你这样才教养出好的孩子来 你做这个会蒙福 你做那个 结果就会这样 当孩子做了这些 你不想让他做的事情 你已经跟他谈过 界限在哪里 后面就要有后果了 不公平不公平 讲一大堆 他说我们不是前面讲好了吗 你做这个后面结果就这样 你有没有做 就会这样 孩子都懂的 可是父母却做不到 他们不是软弱 要不然变得严厉 我们经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 才是真正学习的途径 你告诉孩子 那个炉子别碰啊 会烫伤你的 他们不相信哦 还是去碰 就受伤了 下次他就学会了 就因为烫伤这个后果 他学会不要碰那个炉子 上帝邀请我们负起责任来 要求我们做好的决定 如果不好的决定 也会经历这样的后果 上帝不是限制我们的自由 反而让我们更享受我们的自由 看看魔鬼怎么来搞坏这一切 问题都是从欺哄开始的 但我们相信一个谎言 一个不真实的东西 耶和华神所造的 唯有蛇 比天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那女人说 神岂是神说 不许你们吃 圆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上帝是对亚当说 是亚当告诉夏娃的 神真的这样说吗 那女人对神说 圆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唯有缘当中 那个树上的果子 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上帝没有说不可以摸啊 他自己加上去的 圣灵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没有后果了 没有后果了 你看 如果犯罪没有后果 会怎么样 完全不法了 于是女人见 那颗说的果子好作食物 也悦然的眼目 只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 因为是在她身边的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 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 不应该相信魔鬼 他根本是说谎的 他是说谎之人的父 他是一些谎话的源头 他最主要的策略就是欺骗 想想看 蒙骗 一个被蒙骗的人 认为自己相信都是真的 如果有人给了你一张钞票 可是这是一张未钞 你会相信它是真的 如果你相信它是谎言 你根本不会拿嘛 策略就是欺骗 当你帮助人 你会发现无可避免 他们问题的核心 就是相信谎言 他们可能有很好的理由 相信这个谎言 可是仍然是谎言 给大家一个例子 最常见大家相信的谎言 没有人爱我 我是不可爱的 这是这样吗 这是谎言 大家还是会相信哦 因为他生命可能早期 有一些痛苦的经验 让他相信这个话一定是真的 还有另外一个谎言 一定是我不对 我一定有什么不对的 这也是谎言 很多人家相信的谎言在 我永远不会做好事情的 很明显这是谎言嘛 当然你可以做一些好事吧 我相信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错的 这是个谎言 一直让你没有办法享受 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如果一个孩子 从小爸爸妈妈是非常非常批判的 每一次做什么 妈妈总会在里面挑剔过来 妈妈的 妈妈的 你肯定用脚 一段时间之后孩子开始相信了 我永远不够好的 永远不够好 妈妈不会肯定我的 如果你生命中一直有这样的谎言 你长大试试看 你离开家很久很久了 还是做的事情都不够好 大家会来 做了领袖 我做的永远不够好 在上帝面前 我做的永远不够好 在生意上面 我做的永远不够好 让我们没有办法 安息享受老苦的事 你在老苦当中 发现每一件事都是错的 因为你相信 我做的一切都不够好 你看就找到错 你看我就讲了 因为你心里面有这样负面的信念 反而产生这种能量 吸引负面的事情进来 我是个坏人 这是很多人相信的谎言 告诉你上帝爱你 我的圣经有读到 可是我是个坏人 人所经历的 这会完全记载在他头里的想法 我们心里的信念 是基于我们的经验 我们怎么样判断这些经验 不管对错 一直会留在心里 除非我们把它挪开 当你要处理人的时候 他们相信各样的事情 你刚才讲上帝爱你 有 圣经有读到 上帝饶恕你 圣经我也有读到这个 你相信吗 相信你 相信 当你站在上帝面前 你感受到爱吗 没有 你感受饶恕吗 没有 这样这谎言就控制你生命 就偷走你的能力 没办法享受上帝说真实的事情 所以等一下 或是明天 当我们请大家站立起来 亲自来接触神的时候 如果你要接触神 心里面这个信念 马上就冒出来了 举例来说 如果我相信 凡我所做的都不够好 当你敬拜神 想到的东西就是 一切失败的部分 主啊 这道歉 我没有做到这个 没有做到那个 主啊 对不起 你没有办法享受神 这些罪就变成你的重担了 想想看 所以为什么耶稣教我们 叫我们的神是天父 如果你觉得父亲是愤怒的人 你怎么样说父啊 我爱你 因为你心里面相信爸爸是很生气 如果你认为上帝天父是这样的愤怒 你心里面不可能跟他亲密 你了解吗 当我们试着要接触神 他要帮助我们处理心里的问题 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 而蒙骗是魔鬼要进到你生命最主要的一个入口 那他骗我们什么呢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一样知道善恶 我让你看看他的谎言到底在讲什么 首先你要知道上帝是慈爱的神 代表他是这样慷慨的 你想到神是这样慈爱慷慨的 神是爱 因为爱就是付出 付出能够不断产生这个价值 因为它没有任何额外的目的的 如果我满是爱 我不断地为你付出 让你的生命产生价值 如果我需要你的爱 我操纵你 我给你 可是我要回报的 而真相是神是慈爱的 慈爱代表慷慨 超级慷慨 很难相信耶 太慷慨了吧 怎么可能 或者我们相信的是 上帝爱这个世界啦 但我不确定爱不爱我 上帝对全世界慷慨 但不确定他对我 慷不慷慨 神是慈爱的 他知道神是 谁是说谎的 第一个谎言是什么 其实上帝没有这样的慷慨 他有保留的哦 他要控制你哦 他知道 你如果做这个事就会跟他一样了 他不要任何人跟他一样哦 他要把你压在下头 第一个谎言就是神的美善 相信我 你在这上面一定挣扎 直到你真正明白这个真理 当你失败的时候 上帝真的是美善 还是会对你生气 如果你不确定 你的信念系统就是 我做得好 上帝美善 我做得不好的时候 上帝根本不爱我 如果我不做犯罪 上帝爱我 我犯了罪 我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的神一天很开心 第二天对我们生气的 哇 一看到不对的 上帝审判他们哦 南台湾地震 黑眼里面偶像太多 上帝审判他们 人们是这样想的 如果你一直告诉人家说 上帝在惩罚人 你怎么告诉他 神帝是个慈爱 美善饶恕的神呢 这样很难吸引人相信神啊 第一个谎言 就是上帝根本不是慈爱的 他只是假装这样 实际上他是要压制 控制你的生命 这是第一个谎言 很严重的谎言哦 上帝不肯让你进步的 所以才给你这么多限制啊 因此当我们看见十戒 常常看到的好像限制 反而没有看到这是一种爱的表达 是感情关系的建立 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换句话说 我是你老公 我不要你有别的男朋友啊 这不会不讲理呗 你已经结了婚子吗 还可以交别的男朋友 他换句话说 我是你起初的爱 既然我也是你起初的爱 就不可以再交男朋友了 不可以再交偶像哦 别在你皮包里面 藏你男朋友的照片啊 当你看到这十戒 里面描绘出我们跟神的关系 怎么样活出最美满的情况 如果你看见神是慈爱的 你就看见他真正的样子 希伯来文叫Ketuba 代表这是一个婚约 这样的条件是要讲到 我们的感情关系要怎么维系 不要偷窃 你不用偷 我会供应你吗 不要说谎 我是慈爱我接纳你 你什么实话都可以跟我讲 我们可以建立关系的 在希伯来的婚姻当中 当他们立约了 在婚姻中的婚约 他们就有这个Ketuba 就是他们的婚约 非常非常重要 你可以在网络上找的 这十戒 出爱及记十九二十章那里 当上帝来 跟他的百姓说 你是特别的子民 你是我的民 我带你进入婚姻的关系 这是我们的婚约 希伯来人完全明白 这在讲什么 当上帝给他的实践 这是我们彼此的协议 怎么建立起最好的关系 从来不是讲到律法 要做什么不做什么的 所以耶稣说你爱 你就会成就这一切 这一切都在乎爱的 第一个最大的谎言 就是上帝没有那么慈爱 他不是那么慷慨的 第二个出来的谎言是 你吃那个果子 你会像神一样 话讲说你要真正的自由 你要突破自己去做 你要用走自己的路 没有后果不会死的 你会像神一样 只要能够掌握你自己的生命 你就可以有前途了 或者你可以这样这样讲 第一个要照顾的 就是我自己 整个想法 整个想法就是 上帝根本不是慈爱慷慨 我要照顾我自己 上帝没有这样慈爱慷慨 我唯一自由的道路 就要突破出去 我需要做一些事情 生命才有成就感 他们就做了 做一点事情 让你自己更好啊 换句话说 不能相信神会满足你需要哦 你需要做点事 这就是很多人 在挣扎问题的根基了 这样想 耶稣接受洗礼 出来的时候 神对他说话说什么 这是我的爱子 我爱你 我喜悦你 耶稣服侍了没有 没有工作 只是关系 可是魔鬼来试探 耶稣讲第一句话什么 你真是这样的人 证明哦 做 你要做 你做了 代表你才是这样的人 你做这个 你就是那个 三次试探 讲一样的事 你要做的事 证明你自己啊 当耶稣挂在石架上 再一次哦 你是生的儿子吗 你的身份啊 你是谁啊 做一点事下来吧 当服侍主的时候 你是主的仆人 你要做事哦 你要做哦 要有很大的服务 很出名 做做做做 你就重要咯 你就重要咯 这样的压力不断加在人的身上 要不断地做 来建立自己是谁 这是每一个人都面对的压力 这样的压力 你发现不是上帝说的 乃是靠我们自己做的 原来上帝叫他们不要吃分别上人书的果子 意思是什么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什么好的就是满足我需要的 恶就是没有满足我需要的 你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做 什么我都要自己判断 我就做判官了 这个好满足我需要 那个不好没有满足我需要 不是信靠神学习听神的声音 现在我自己要判断一切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我喜欢你 因为你对我好满足我的需要 我不喜欢你 因为你没有这样做到 你看见这样的力量 不断地逼我离开神 不要相信他会满足的需要 而要靠自己做的满足需要 帮你把它带进宗教的世界 你是好基督徒 你就要做这个 你做这个 你就是好基督徒了 你是领袖是不是的 你要做好领袖 你要做这些事情 你就是好领袖了 我们相信这样的谎言 身为领袖一直都在压力底下 试着要有结果 要让事情发生 没有办法安息 谎言的核心就是这个 上帝不会满足你需要 你要做点是满足自己的需要 不是白白从神那儿领受 当人来敬拜神领受上帝爱的时候 一直在想我要做什么呢 很难接受的是 我只要相信就可以领受 很多人在基督徒生命中的挣扎 就是一直想去做 而不是真正的问题 在我只要相信 处理我心里的问题就好 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 第一个在这里看见 谎言蒙骗 而第二个就是讲表现 人们需要做事才能够有成就感 或是满足需要 之后就遮掩 最后我们的生命就真的一塌糊涂 等一下我们再继续看这些东西 而之后你看见上帝 怎么到亚当面前跟他互动 看见这些 这是简单的关键 怎么样辅导人 帮助他们解决生命的问题 所以先让他看到这个全貌 人的问题真正在心里头 他们生命中流露的 常常是心里带出的结果 改变他的心就改变这个人 改变他的心 要处理他核心的痛苦 核心的信念 当然会有邪灵在这个上面有关的 同时也会看到 我们需要找到方式 进入人的心 你真的要改变他生命的话 我们在这边停一下 回来呢 再继续往下面教 第一堂我们讲到 很多问题的核心 是在乎我们所相信的一些谎言 我们看到心里面的问题 因为你心中 一生的果叫从心发出的 我们讲到保守我们的心 看见耶稣来是要改变 转换我们的心 之后我们看见人的堕落 讲到魔鬼第一个策略 就是蒙骗把谎言放到我们心里 一旦你相信神是怎么样的 这样的谎言之后 就影响你的行为 问题的第一个阶段 讲的就是欺哄 相信谎言 我们讲了他欺骗什么 关于上帝是谁 上帝是慈爱慷慨的 但魔鬼让我们怀疑 上帝真有那么慈爱慷慨吗 这样的理论方面 是每一人挣扎的 上帝真有这样慈爱 这样慷慨吗 在新约当中有好几处经文 也是这样的意思 拿路加福音15章来看 耶稣当他跟这些罪人 妓女睡了一起吃饭的时候 法利赛人最不能接受什么 上帝没有那么慈爱 上帝没有那么慈爱 这些人先把生命弄洁净了 我们才欢迎他 这个才冒犯了他们 他们抱怨耶稣的事 耶稣特别对这些不配的人 这样的慷慨恩慈 他们的信念是你要先配 你才能够接受到这样的对待 对不对 刚刚我们聊起来 这讲到马太福音25章 那个有一千两银子 那个仆人有没有 你记得他把那个银子藏起来了 有没有 当主人回来要跟他们算账的时候 前面两个仆人说 做得好 我忠心良善的管家 你在小事上忠心 我让你管更大的事 当他讲做得好 是承认他做的事情 之后呢 讲的是他性格本身 是有一颗忠心良善的心 不是因为他做这个 才是忠心良善的仆人 反正是他自己是忠心良善 他才这样做 他是满意出来的 可是只拿一千两那个仆人呢 他说我知道你是狠心的主人啊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剧烈 我知道你很可怕 他相信什么你看到了吗 这主人很严厉 没有种要收割 他说我就害怕了 我就把你给我的好好保存 因此他整个做仆人的行为 是反映他对他主人的信念 主人就跟他讲 你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 懒惰这个字 大家了解这个意思 这邪恶的意思呢 你在神的国有这样负面的影响 这个恶的意思不是说 好像人家去杀人啊 偷窃那种邪恶 因为你的信念 让你在神国度的影响是负面的 你做的行为是懒惰的 我们对神的信念会影响我们的行为 特别在服侍他的上面 另外一个 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讲的第一篇道 记得他一开头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有没有 大家以为他讲得很客气 实际上他这样说的 你记得以利亚的日子吗 当日有很多那地的寡妇 可是真正得到神迹供应的 是个迦南的妇人 你记得以利亚先知那个日子 哇 很多有麻风病的人 但神医治的是亚兰国的麻风病人 你知道怎么样 他们就想上帝才没有这样慈爱慷慨 他们气得要把耶稣给杀了 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念是一种谎言 他对我们慷慨因为我们是特别的子民 他们看不见 上帝是比他们想得更大更慷慨的 问题是上帝只能够祝福我们 上帝很清楚讲 我要祝福整个世界的 我是这样伟大慷慨的 只是因为耶稣讲到 上帝有多慷慨 我们就想杀了耶稣 这一直卡在这种 宗教表现的心态里面 第一个问题是 第一个讲到蒙骗 就是这个谎言 不相信神的慈爱跟慷慨 当我们相信这样的谎言 认为上帝没有那么好 我们就开始追求表现 我不是去相信神会将我一切所需赐给我 我信靠他的作为 如果不相信他会作为 很明显答案就是什么 我要做点事来帮助我自己啊 所以我就要有表现了 如果我不相信上帝会满足我需要 我要自己去做才能得到 如果我们是信徒是基督徒 我越祷告上帝就越爱我 我知道我做什么 要更多读圣经 牧师都讲你要更多读经才行啊 或者是我要更多服侍啊 我要更多奉献 我要更多见证 我要做做做做做做更多 这样就会爱我咯 上帝就悦纳我了 可是真相是 上帝已经是这样完全的爱我了 他已经悦纳我了 现在我安息在这样确定 而在这样安息中满意出来的 你要了解啊 要做什么事情好得到赏赐 而上帝已经赏赐 我现在去做事两个很不一样的 假设奉献 我记得奉献给一个人 当时全会在安装 之后有很愤怒的反应哦 他反应的结果是什么 他根本不配你这样慷慨对他 我说不管啊 我慷慨是因为我慷慨 不管他配不配 我做这个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就是个慷慨的人 我喜欢给 我想要给他 另外一个人就活了 他根本不配啊 你要了解他的想法是 你要配的或做什么事情 才能够得赏赐 在文化当中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你要先做才能够成为怎么样 在教会我们做很多教会的事情 让我成为更好的一个人 事实上神就是已经爱我 在这样的爱当中反应流露出来的 我就可以安息地来做 不然你去参加聚会 你很有压力 你很紧张 为什么 因为我好表现才行啊 才会做好领袖啊 如果你想我进来的时候 已经是个好领袖 我享受上帝赐给我这群百姓 找到他们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 来祝福他们 帮助他们是很不一样的 如果我一直在表现的表现上 你在我的小组里 你们的好表现 不然我脸上挂不住我 现在我逼你们要表现了 你心里面相信就是 他根本不爱我们 我们只要先做 我们该做他才会爱 我们现在马上要做咯 你了解这当中就没有自由可言 我生命的捆绑成为你们的捆绑了 你们都不断被逼着 有压力要做 才能够让我开心 耶稣从来不这样去激励人的 他先接纳这些人 当他们经历这样的爱跟接纳 他们的反应是真的想为耶稣做些事 你想彼得跌倒 耶稣只问他你爱我吗 是是是我爱你 好了喂我的小羊 你真的爱我吗 是是是我爱你 喂我的羊 彼得你爱我吗 现在彼得之后我真的搞不懂 他三次不认主 现在他三次问他你爱我吗 好没关系 因为我也爱你 你可以出去帮他们 耶稣根本没有提他不认主的事 他已经不要要求他的表现了 你爱我 就让他流露出来 让人看见 所以不要有表现 世界上面很多人 要在各样的事情上找表现 我要看得很漂亮 我是要有钱 还有很大的部门 要有地位 一直追求这些东西 还是不开心 我记得有一次在台湾 我有机会服侍一个很有钱的人 他的钱多到你简直不敢想象 哇 如果你想象到 他有的更多 哇 他身边好多保镖 很有意思 你有很多武装保镖在身边 好像哪都去不了 来教会都有问题 又会造成太多困扰 感觉这些钱 没有办法给你快乐的生活 我们坐下来谈话 我说 主啊 你要给我东西来帮助我 我们就谈到教会了 他说 是啦 我好多朋友去教会 因为那些是有需要的人 我说 是啦 知道自己有需要的人 确实到基督的面前 让他的需要得满足 但我说 你也有需要啊 有吗 是什么 很简单 我知道你有的钱 是很多人一辈子花不完的 可是我注意到 你没有这样的目的感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钱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钱 你生命该做什么 因为你生命没有目的 你活在恐惧 害怕失去这些钱 所以你晚上可能会半夜 惊醒 害怕自己失去钱 他说 真的是这样耶 我跟他太太谈 我跟他太太说 我看到一个异象 我看到很漂亮 一个金的笼子里面 关了一只鸟 但鸟很不开心 哇 她太整个人崩溃地哭了 她先生很惊讶 我为他太太祷告 很大的释放 她说 我讨厌这些东西 我觉得他控制我了 他们就晃在这个谎言当中 认为只要拥有这物质的一切 生命就够了 当然有比没有好 可是他不能够取代 在你生命中跟上帝的关系 哇 上帝真的触动这对夫妻 他们生命完全地改变了 当我们不能相信 可以信靠神的时候 我们就试着要有表现 然后接下来 就是掩盖自己正式的样子 你看 第七节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做裙子 天起凉风 夜花神在园中行走 那儿和他亲自听见神的声音 就藏在园中的树木中 躲避夜花神的面 你注意 一旦他们不信靠神 开始让自己能够来做这些事 他们经历到的是 罪跟罪的后果 第一个是愧疚 这愧疚感是 我做错事情了 我做错事情了 第二个是羞愧 我里面有不对的地方 我里面有不对的地方 第三个感觉到的是恐惧 如果我让你看见我真的如何 你会拒绝惩罚我的 我怎么样处理这样的罪疚 羞愧跟恐惧呢 我就躲起来 我藏起来 你看到两个程度的隐藏 第一把自己围起来 用无花果叶 把自己真实的样子遮起来 遮掩自己的私处 代表遮掩自己的身份 原来这对夫妻 在神跟彼此面前 是完全敞开揭露 现在要把自己遮掩起来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来遮掩自己真实的样貌 有很多方式来遮掩自己真实的样子 免得人家看见我是如何 很害怕 如果真告诉你 我什么样的人 你会拒绝我 我就去遮掩我真实的样子 我只把好的那个部分给你看 我才得到我需要的 就是接纳爱跟价值 现在不光是要表现 现在还要隐藏 所以让你觉得我很了不起 不断专注我外面 看起来怎么样 可是要藏起我真实的样子 宗教就是这样 一直强调外在一切 但隐藏真实我生命的情况 因为我心中的恐惧 我筑起墙 让你不要看到我 第一个他们用无花果叶 这是他们自己做的裙子 用各样东西来遮掩自己 第二他们在树中躲藏 不让神看见 他们要在跟彼此的关系 跟神的关系中躲藏起来 可能在教会服事当中 隐藏不让神看见 在各样的慈善行为上来隐藏 也可以很忙碌来隐藏 不要让神看见 有很多方式隐藏不让神看见 你可以在教会里 但却躲藏不让神看见 你在做事情 但没有真诚的连接 当我们隐藏就有很多问题出来了 我们隐藏这里面就会出现很多东西 很多问题 第一个发生的事情就是 我们遮掩问题 隐藏感受 不要让人看见我们的困难 秘密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 想想看 很多家庭里面 都有些秘密藏在里头 他们只在意外表 注意颜面 我要保住面子 让你看看我有多好啊 绝对不能让任何丢面子的事情 在里面就写出来 我要很努力让自己好看 如果丢脸 我就被冒犯 赶快藏起来 这就是人堕落之后的结果 这可以在我们生命中变成这样的自然 整个文化都是这样了 一定要好看才行 但没有人知道我真正如何 人们更努力 努力要很成功 如果没有信靠 我可以要求表现 去可以隐藏 在感情上面不诚实了 我让你看比较好的那一面 但你看不到别的 全部放在外头 因为我害怕 惧怕 一旦人结了婚 后面就很多失望发生 你以为你认得这个人 结了婚才发现 哎呦 怎么以前这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 订婚是最大的气候 现在要活在真相里头了 昨天我们结婚那天 你好漂亮 第二天早起来怎么 呦 吓到了 你觉得好臭哦 对不起啊 已经生米煮成抽饭了 隐藏其中一点是 它是完全不自然 这违反上帝起初的造物的意思 神造我们不是来做演员的 神造我们不是来表演的 神造我们是要跟他建立关系的 能够敞开真实面对自己是谁 问题的根源是你不愿意面对真相 而要做一个健全的人 你要面对真相 如果有人有问题困难的时候 你发现里面一直有各样的谎言欺骗 而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讲到 这种谎言遮盖 是一种属灵的能力 圣经讲它是一种黑暗的诠释 有一种属灵的能力叫做黑暗 我们隐藏的就躲到黑暗里 让我们就接触到邪灵的影响了 耶稣被称为世界的光 他要来揭开我们生命中黑暗的部分 遮掩隐藏是很不自然 这是假装的事情 需要你花很多的时间 金钱 精力 让自己看起来很好 而第二个隐藏 让我们的魂开始挨饿 因为你原来要保护你主体的墙 开始让你也不能够领受 基本上我们需要爱 如果我不让你看见我真实的样子 我筑了这个墙让你不能爱我 原来是要保护我的墙 现在让我没有办法跟别人连接了 你发现当你服侍人的时候 他心里面真的是有墙的 而在这个后面 是一个非常害怕 一个害羞的人居住的 当你服侍这个人 你要拆毁他心中这个墙 面对真实的这个人 如果我把自己藏在心里的墙里头 我要假装自己不是的人 要表现出来 我的生命一直在表演 我一直在表现出一些 很不真实的东西出来 而隐藏的第三点 它遮掩我们的伤害 如果我们受过伤 筑起墙要遮起这些痛苦的话 现在它会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腐化 产生出它的果子来 没有炙好的伤害 就不断在里面恶化 当上帝进来服侍这个领域 才真正的医治我们 后面我们会讲到 你到底要看到的问题在哪里 现在给大家是一个全貌的概念 第一 如果你不能够信靠神跟满足 我们需要 我们就追求表现 如果真的要表现 才能够得到人家的爱跟尊重 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这样我们就开始隐藏那些不好的东西 如果我们隐藏遮掩自己真实的样貌 整个人就被封闭在里面 没有办法真正建立起关系 也没有办法让我们里面的伤害得到医治 邪灵就有借口进来运行了 如果你要人得自由 你必须要摆除这一切的黑暗才行 你看到创世纪二章17节 上帝怎么说的 这是分别上书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个我要问你了 亚当吃那个果子的时候 身体马上就死掉了吗 他没有 上帝说你吃的那日必定死 我们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圣经讲到死亡 它的意思是分离 死亡是一种分离 身体的死是你的灵跟魂 跟这个肉体分开了 身体的死是在这种感情关系上面的分离 当上帝说你会死 你就分离了 首先离开神 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要让他再带回到神的关系里面来 当人跟神分离 在这样的气候中跟自己区隔 也跟别人隔绝 我们的目标是要能够拆毁所有隔断的墙 帮助人看见真理 拥抱真理 能跟神跟人和好 圣经讲得很有意思 当我们同意谎言 当我们心中相信谎言 就让邪灵有合法的权利寄来 让我让你看这段经文 以赛亚说的是八章 以赛亚说的是八章 你看这里这段经文 十五节 你们曾说 我们与死亡立约 与阴间结盟 敌军如水障慢 经过的时候 必不领导我们 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闭锁 在虚假以下藏身 为了要避免这些痛苦的后果 我们就躲藏在这样谎言底下 成为隐蔽 圣经告诉我们 但我们藏在谎言当中 会有什么后果 我们跟死亡立约 跟阴间结盟了 死亡跟阴间都是属灵的权势 死亡阴间是属灵的权势 他们的后面是有灵在的 死亡的能力或死亡的灵 让人的情绪麻木 感觉隔绝 疏离 孤单 你很惊讶哦 但很多你服侍人 发现有死亡的灵已经进来了 阴间的灵跟死亡一起合作 好像双生子一样 死亡阴间好像双胞胎一起合作 死亡让你疏离隔绝 阴间来折磨 阴间的能力就不断折磨人 是用恐惧苦毒 仇恨愤怒 在阴间全世底下 就有各样折磨的灵出来了 你可以把其中一两个灵赶出去 但你要处理他的壮士 其他全部就没了 你注意死亡阴间怎么样运行 相信谎言 当一个人相信谎言 他立刻被隔绝 而且开始受折磨 常常你服侍人的时候 你发现死亡阴间他生命运行 有些人甚至说死亡之怨 完全跟死亡的灵结盟了 当你发现一个人情绪麻木的时候 常是死亡的灵抓住他们了 在这个过程 他们相信谎言 让整个心封闭 开始同意他们的想法 而这样的果子是很明显 在感情上面跟人去隔 只要这样折磨的灵一定来了 恐惧 愤怒 焦虑 苦毒 仇恨 这些都是折磨的灵 光是赶鬼不够哦 我们要打破他跟谎言做的协定 要用真理实际面对启示 我们会讲到赶鬼的部分 可是现在比较让大家专注在新的问题上 特别是在经历神 经历真理的上面 因为人这样才能够得自由 好吗 这样我们来看看 亚当 夏娃 跌倒之后 上帝怎么处理他们的 因为这让你看见怎么样帮助人 了解吗 好吧 我请三个人站起来帮我 希望在大家面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表达 就我们再看这个经文好不好 三位能够到采线了好不好 都面对这里 排前一排 面对牧师 我为大家来描述一下 当你跟人工作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 真正的人在这里 这是隐藏的那个人 内在的人 这是心里的那个人 这是外在就是那个店 他所住的这个店 你想这是他身体 这是他的灵在所在的地方 因为他生命有一些问题 有这种愧疚羞愧跟恐惧 这是他相信的 我真的做了很可怕的事 我是个坏人 如果他真的看见我怎么样 他不会喜欢我的 我害怕他会拒绝我 所有的恐惧出来了 在他里面当中筑起墙了 当我要跟他讲话的时候 我面对整个恐惧的墙 藏起他真正那个人 如果跟他讲话 他给我的资讯 只是一直让他保护他自己的 不会告诉我需要的一切 能帮助他的 除非我能把这恐惧的墙拿掉 恐惧的墙是一个人 足以保护的墙 很有意思啊 唯一胜过恐惧的是用爱 你需要把爱传递给这个人 如果他感觉平安 恐惧会稍微放松一点 才能见到真正的这个人 一旦见到真的这个人 我才找到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不然我只看到外头 记得你在处理人的时候 可能会有恐惧的墙 拦阻不让你明白真实的状况 在这个恐惧的墙后面 很可能有他相信的谎言 我真的要改变这个人 我要降低他的恐惧 找到什么谎言在后面 谢谢你们三位 谢谢 想到了吗 让我们来看到创世纪第三章 上帝怎么样帮助他们 回到创世纪第三章 有的时候我们很快地读过 我根本不了解真正的含义 第八节天起了凉风 夜花神在园中行走 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 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 躲避夜花神的面 接下来几节我们读的时候 你仔细看上帝跟他们怎么说的 耶花神呼唤那人 对他说 你在哪里 上帝第一个说什么 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园中听见那些声音 我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漏腿 我变藏了 夜花说 谁告诉你 吃身漏腿呢 莫非你吃了我 吩咐你不可吃的 那树上的果子吗 那人说 你所赐给我 与我同居的女人 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 我就吃了 夜花神对女人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女人说 那蛇饮诱我 我就吃了 我要让大家仔细注意的是 第一 上帝怎么样来面对亚当 第一件事 他去找他耶 是上帝主动开始这样的关系 你要帮助人 你自己要主动建立这个关系 你要走到他所在的地方 他讲第一句话是什么 亚当你在哪里 对不对 他讲第一句话 对不对 他找亚当你在哪里 我要问你啊 Do you think God didn't know where he was 上帝不知道他藏到哪去了 He's gone off all the video monitors Where is he 这个摄影机都拍不到他 他躲到哪儿去了 You think God didn't know where he was 你以为上帝不知道他在哪儿吗 他不是在问说 你到底藏在哪里 这是一个感情上的问题 Hey Adam Where are you 亚当你在哪里 换句话说 神到他身旁 要问他 询问他 分享出他生命的情况如何 第一你看是上帝开始主动这个连结 第二他问问题而且聆听 他说我没有在这个监控电视上面 已经看到你吃那个果子了 我不是叫你不要吃那个果子吗 我给你这么多 你还做这种混蛋的事情 你太自私了你 上帝没有这样哦 第一个他主动开始这个爱的连结 因为他本性是爱 最后他问这个关系感情的问题 你在哪里 你要帮助人 你要找到他们的处境 你的生命到底怎么了 你在哪里 这个问题是一个关系感情的问题 告诉我发生什么事 你生命怎么了 路加福音24章 往以马五四的路上 耶稣做同样的事情 你们看起来好忧愁啊 怎么了 他问他们问题 你要帮助人首先主动开始这个爱的连结 之后问这种敞开式的问题 开放式的问题代表他不能用是跟不是回答的 你在哪里 跟我谈谈你的生命发生什么事了 他来不是论断批评他们 而是再一次开始这样的连结 他用这种爱跟温暖的方式连接他们 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打开不再惧怕 你注意亚当说什么 他说因为我吃生肉体我害怕 所以他开始隐藏自己了 而开放感情式的问题 让他里面真正的感受能够释放出来 我害怕 他把情绪都讲出来了 他感受如何 把他生命真实的情况讲出来 我害怕 因为我觉得自己很羞愧 所以我去躲藏哦 他全部都倒出来了 你真的要来帮助连接任何人 你要主动这样的连结 之后问的问题是要找到他的处境为何 你生命发生了什么事 你现在感觉如何 你挣扎了什么 这样多久了 换句话说 你是寻求聆听 你要帮助跟人建立这样的连结的时候 聆听非常大能重要的 当人在痛苦当中 他们是把自己疏离的 痛苦的人 觉得没有人关心他的 当你真的关心他生命中经历的事 恐惧的墙就倒下 他们开始分享了 千万别硬逼着人家讲 你跟他们连结 表达出那颗关心真爱的心 让他自己讲出他心里面的感受 我曾经跟一对年轻的夫妻讲话 他们带领是一些青年的同情 我就跟他们分享这段经文 下个礼拜我回来的时候 我再跟你们谈 我说这个礼拜里面 好不好去跟你在辅导这些年轻人 坐下来喝咖啡 问同样的问题 说你在哪里 或者另外一个讲话就是 你还好吗 最近怎么样 你生命有什么事情吗 你最近有什么梦想 你关心的是什么 不要解决任何问题 只是要操练 发问 来表现关怀 接触他们 我来之前 礼拜天晚上才跟他们见面 他们很惊讶 发现这么多事情 单单愿意聆听问对的问题 真诚关心这些人 什么样的事情 他们都讲出来了 现在你可以来规划 怎么样做来帮助他们 因为你现在才了解 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 是一个关系式的问题 上帝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谁告诉你你吃生肉体 或换句话说 你现在听的是谁的话 谁在影响你 谁在影响你 是什么在影响你 人们常常很少停下来想 是什么在影响他们 他们听见什么声音 人都会在听声音的 我们感受的声音 我们经历的声音 魔鬼的声音 我们心中信念的声音 你到底相信的是什么 你听的声音是什么 换句话说你在想什么 今天你怎么看待这一切 首先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 最后挖得更深 要找到你里面真正的信念 你听的是什么声音 而第三个要问的问题 是真理的问题 真理的问题 很简单 你有没有吃那棵树上的果子 很简单对不对 你有没有做这个 你觉得上帝不知道他做了没有 发问是一种最简单 让人敞开 接触他新的方式 常常在我们文化 特别在教会文化当中 我们直接告诉人家怎么做 我只告诉他 每一个人都很消极 就光听就好了 这却不是圣经中学习的方式 圣经里学习的方式 是不断的发问 希伯来文化里面 你问的问题越好 代表你越聪明 很多文化当中 如果你问问题 你一定是个笨蛋 完全搞错了 好的问题 才真的拉出里面的问题 神使用问题来接触人 你看新约当中 耶稣常常问人家问题 财主来找他 他说我要怎么做 才能承受永生 他问他 经上怎么说的 换句话说 耶稣一天到晚在发问 让这些人真的去思想 发生什么事情 能表达自己的感受 当你要帮助人 首先主动这样的连结 你的心是要来探索 来发现 不是告诉他 该怎么做 以这样的感情跟关系 来发问 找到他们的处境 找到他们为什么想这样 有这样的想法是为什么 帮助人面对真相 亚当真正的问题在 他做了不该做的事 人们需要面对真相 上帝很慈爱 他用质疑的方式来问他 当上帝问他 我叫你不要吃那棵树上的果子 你是不是吃了 现在上帝是邀请他 承认真相 同时把问题 我们的关系搞正 答案可能是这样的意思 我要问你这个问题 你觉得亚当就因为 吃了那个果子 上帝就不爱他了吗 没有 那代表如果人做什么事情 就改变上帝的行为跟想法 上帝一直都是慈爱他 一直是恩典 一直是真实的 一直是慷慨的 一直是饶恕的 当上帝到亚当面前 是来恢复他的 而恢复的关键 就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上面 你有没有吃那个树的果子 换句话说 你愿不愿意 拥抱真相 负起这个责任来 亚当做什么 这很直接的问题 你只要回答是跟不是就好了 他可以这样讲啊 是 我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 对不起 你原来相信我 但我让你失望了 请你原谅我 如果亚当这样做会怎么样 你觉得呢 我们就不用面对 今天这么多问题了吧 对不对 他只要负起责任 我吃了那棵树的果子 对不起 你能原谅我吗 上帝就会说我原谅你啊 可是他没有这样说 他回答是这样 上帝对他讲话 上帝问他 我叫你不可吃那个树的果子 你吃了没 他说那个女人 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 他做什么 他躲开责任 怪罪别人 是那个女人 也不是我想要 是你自己创造这个女人给我的 别怪我 都在你来 你没造这个女人 我们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了 当他拒绝负责任 他就要面对后果了 有那一刻他可以得释放的 你发现人都是这样 你带他面对真相 如果他面对真相而回应 他就可以释放 他们如果怪罪 他不能够得到帮助 除非他自己先负起自己的责任来 他就问了夏娃了 夏娃说是你造的那条蛇 你注意哦 亚当不肯负起责任之后 上帝就不跟他讲话 这个沟通就断了 而夏娃呢 当他怪蛇的时候 这个对话也结束了 他们两个人都有机会 负起自己的责任 把事情弄对 但他仍然抓住这个谎言 上帝就说了 蛇你要面对的后果是什么 女人面对的后果是什么 男人面对的后果是什么 上帝自的自由让我们做选择 我们没有的自由 是我们没有办法逃避 选择后面的后果 当你帮助一个人 如果他们不可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 他内在的生命 一直怪罪别人 你帮不了他 除非他真的要面对问题 举例来说 林词他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他私下喜欢醉酒的 我们跟他谈 他一直不肯承认自己有这个问题 这样的话 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他什么 他自己要经历这个问题 后面很痛苦的后果 当你帮助人 我们用爱和关怀的心 接触他们 使他们和好 我们发问去探索 他生命的景况 他的处境为何 问他你在哪里的问题 直到我们明白 他们有什么样的挣扎 什么感受 也要问他这个声音的问题 什么在影响你做的决定 你做的选择 之后带他面对真相 这个人愿意面对真相 才能够开始解决问题 不愿意面对真相 就仍然活在黑暗里面 你记得我教导释放的时候 我跟你讲到 释放有一些关键的根基 我们回去会再提醒大家 第一 你要为发生的事情 承认这些事情 负起责任来 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你不肯承认 不肯负责 我们哪都去不了 你要先打破这样的 蒙骗跟谎言 让人家怪罪别人 他们就变得无力可作 如果我说 我之所以有这个问题 都是因为你害的 所以我是无力处理 这个问题的 如果我愿意承认 我就可以改变整个的过程 记得我们讲 第一个是要承认 负起责任来 第二要悔改 改变你的思想 改变你的信念 第三愿意饶恕 处理人家造成的痛苦 或是要求对方 要报道歉 而第四个 要弃绝 我跟邪灵 跟谎言达成的协议 最后来接触主 倚靠他 来帮助我的释放自由 第一承认跟负责 第二悔改 要信靠神 释放饶恕 弃绝之前的协议 接触相信耶稣 所以你看见这些根基 跟人类第一个问题 是完全相关的 当我们帮助人 我们要明白 是他的信念 造成有这些问题产生 心里面所有的 才影响他们生命 有一次 我在台湾 我帮一个姐妹祷告 其实不应该我来辅导 别的人可以辅导她的 我说好好好 我跟她谈一谈 我问她说 你有什么问题呢 你在面对的困难是什么 她说我不确定 该不该跟这个男人结婚 人家一开头跟你讲的 不见得是问题的真实 他们不过是这些 问题的障眼法 问题可以不断在你生命发生 却是不同的表现情况 我跟她讲说 那你跟我谈谈这个男生 她说 其实我跟他谈感情很久了 跟后面分手 我跟另外一个男人 谈了感情之后 跟他怀了生了孩子了 我跟另外那个人分手之后 这个男人又回来 希望我嫁给他 我说那我需要问你几个问题 首先问他你是基督徒吗 他说不是 我可以感觉到 他整个思想上面 是完全扭曲的 我说你第一次 为什么跟他分手呢 我说因为他那时候 在跟我交往的时候呢 他欺骗我了 他同时劈腿 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他说对不止一个 他跟我交往 同时又跟另外三个女人 在一块 我想他 他竟然同时 跟另外三个女人在交往 对你一点诚信都没有 你为什么会继续相信他 如果他以前出轨 除非他改变 不然以后还会出轨啊 可是你告诉我说他没有改变 这接下来就一定是灾难发生 他以前怎样 将来也怎样 因为他没有变啊 因此你对他的期望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他没有变嘛 我想我应该要看得更深一点 他说 他说 我应该要看得更深一点 他说 好不好跟我讲一讲你的家庭 你的爸爸妈妈 你跟你爸爸的关系如何 我想你跟男人好像有点问题 你跟你父亲的关系如何 我要问问题找到他的情况如何 他说我爸妈分居 我很少见到他们了 他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问的问题是你跟他相处的如何 他跟我讲历史 他们分居了 我就问 他们分居的时候你几岁 他说我大概 他们已经八年了 我问他们为什么分居 因为我爸爸对我妈妈不忠实 我就很有意思 他给我多少次骗你妈 三次哦 这有没有点奇怪啊 你爸爸对你妈妈不忠 他违反婚约了 现在这个男人对你不忠 你仍然想跟他结合 你会有更多的这种情况 我相信在你心中 对你父亲有这个毒根的论断 发生的事深深伤害到你 你心里有这样的论断 就是男人对我不会忠实的 就因为这样的伤害跟苦毒 你觉得男人不会忠实 很有意思哦 你接触到的男朋友都不忠实 你仍然愿意嫁给他 他说因为你心里对父亲 有这样的苦毒 再加上你因为原来分手的忧伤 后面绝对是悲剧 我们要找到他在哪里 到底在感情上面发生什么事情 要追溯第一个跟男人之间 发生的问题在哪里 才能够找到他相信的谎言 所有男人都不会对你忠实 男人一定让你失望 听好哦 她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诊断 我说这样我就帮不了你 你不想面对真相 真正问题不在那男人身上 真正问题在你自己身上 是你心里相信什么 是因为你家里面面对这样的创伤 没有得到医治 我担心不管我讲什么 你仍然嫁给这个男人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他继续会欺骗你的 因为生命没有东西让他改变 你又不愿意面对你自己 生命当中的真相 而你正在吸引这些 所有你最不想看见的事情 在你生命中发生 所以心里的信念 人心里如何思量 他为人就是如何 要切切保守你的心 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 我们要帮助人 不光是去赶鬼而已 我们要看到是心的转化 在他信念的改变 处理那些痛苦创伤心里的反应 处理这些不饶恕 苦毒的根 还有心中其他的反应 而后面的课程 我们会看到 哪些是我们要看的东西 怎么处理每一件事 你跟人的时候 每一次只要处理几件事就好 你知道是哪些东西 比较容易找得到 基本上到面对人家生命的问题 这样的根 可能是在家族 这个家族史里面有的 或是过去创伤痛苦的经验 在这个人生命中犯罪的模式 或者他们相信一些 假的不对的信念 怎么样恢复一个人 要处理家族的问题 心中创伤痛苦的问题 生命犯罪的问题 还有他心里的信念 邪灵就在这些东西当中 来折磨人 如果你不把这个门口关好 魔鬼会不断地跑进来的 而这个人面对的问题 会不断地恶化 不断地增强 邪灵还比较直接了当可以处理 真正难处理的是心里的问题 当你帮助一个人 试着帮助他们 就好像冰山 冰山只有上面小小的一角 看得到 90%都在水底下 当你帮助人 上面10% 那个小小的角 是他们弹到他们做的 而水底下才是他们的信念 他们心里面真正的困扰 帮助人的时候 像神一样 我们来主动这样的关系连结 爱这个人 问他他在哪里 没有任何的批评论断定罪 也要建立 是什么在影响他的决定 帮助他们面对真相 释放他们自由 就好像上帝提供这样的解答 不管亚当夏娃发生什么样的反应 上帝仍然提供遮盖 而这也是象征 有一天他用基督的保险 遮掩所有的罪 希望这能帮助到大家 让你在问题上面 有更清晰的思考 让你知道怎么接触人 能够主动这样的连结 发问明白 他生命现在的情况在哪里 了解是什么 素材他们的思想 他们听什么声音 帮助他们面对 真相是他们自由 之后再服侍他们 所有这些主要核心的服侍 都是很大能的 主要我要谈的 是你怎么门训别人 这是各处大家都最需要的一个东西 天父感谢你今天一起相处的时光 主啊我们祷告从你而来的话语 深深扎进我们心里 天父在接下来共处的这几天里 来经历你的同在 进入你的自由跟释放 让我们能带给别的人 奉耶稣的名 上帝赐福大家